就是因为杀狼太多才会被狼吃掉的 你也知道草原猎人在春天是不会打猎的 因为这个时候草原狼都在退毛 这时候的毛皮不值钱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草原狼繁衍生息的时间 打猎小狼也是不允许的 谁说我要猎杀他们了 我不过是要抓几只而已 抓他们又不是杀他们 这不算杀生吧 当天傍晚 阿德便带回来了三只还不足悦的小狼仔 阿德他们那么小你能养活吗 万一死掉了那可就是杀生了 会遭到报应的 阿德我们还是将他们放掉吧 你在瞎说什么 怎么就养不活了 这三只小狼可以卖九千块钱呢 我怎么能白白将他们丢掉 好吧 希望这三个小家伙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否则我会不安心的 你就放心好了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来收走这三只小狼的 小狼到了他们手里 再出什么意外 那可就怪不到我头上了 你不能这样想啊 如果不是你从狼窝里将他们抓走了 他们也不会出意外的 你快去照顾你的羊群 不要在这里啰嗦了 这三只狼仔不用你管 我自己会打点好的 小狼带回来一个礼拜后 其中一只小狼仔突然生病 两只耳根处长了个脓包 生命垂危 看来这只小狼生命是保不住了 哎 三千块钱就这么没了 真可惜 哎呀 他怎么病成这样啊 阿德 你快叫医生来给他医治一下吧 草原上的医生 都认为狼是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没有一个人愿意给狼治病 是啊 谁愿意给狼治病呢 可是如果他就这样死了 那这罪业可就算在你身上了 阿德 我们要想想办法救救他 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你看 他都成这样了 我也是束手无策的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阿德 你还记得好多年前 我们养的那只大黄狗吗 他好像也得过这种病 这病情似乎有点像哦 当时我看到兽医是用剪刀将大黄狗的耳朵剪开 将里面的坏血放掉 这才保住了他的命 阿德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医治一下这只小狼 你只能这样了 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经过阿德妻子的医治和精心照顾下 这只小狼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只是他的双耳被剪开了 看上去就像长了四只耳朵一般 小四耳吃饭了 小四耳你恢复的可真快啊 来赶快多吃点吧 哎呀你们这两个家伙怎么也来了 喂你们别抢他的饭吃 我现在去给你们再多做一点 就给他们做最后一顿饭吧 明天客人要来将他们带走 啊 阿德的妻子已经对这三只小狼产生了感情 他不忍这三个小家伙被人类圈养 失去自由 于是便在当天夜晚 就偷偷将他们放回到了草原 你疯了吗 竟然把小狼给放掉了 九千块钱就这么没了 一会客人来了 我怎么和他们交代 阿德 你养了他们这么多天 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他们是狼 是畜生 你把他们当亲人 当朋友 他们可不会记得你 你看着吧 等他们长大了 说不定会回来咬我们的牛羊呢 不会的 他们不会那样做的 你看 他们是多么喜欢我们 有时候 我感觉他们就像我们养的小狗一样 你真是疯了 还真以为狼能像狗一样 草原狼可都是恩将仇报的家伙 你放走他们 就等着后悔吧 这么短 大脑一点都没有再用的 转眼间 多年过去了 阿德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不过 他依旧不听妻子的劝告 经常外出打猎 看来天气不太好 搞不好会下雪呀 还是回去比较安全的 阿德老伯 你又出来打猎啊 你今天怎么空着手啊 一点猎物都还没打到吗 可不是嘛 你看天气好像要下雪了 动物们都会躲起来的 看来今天真的要空着手回去了 动物们都躲起来了 不会的 阿德老伯 刚才我们在那边 看到了一只火红的大狐狸 钻进了石堆里呢 对 对 那只狐狸非常漂亮的 是吗 太好了 那我这就过去看看 阿德老伯 你不会要去捕猎那只红狐狸吧 是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们回去好了 那只狐狸 真是太漂亮的 杀掉可惜了 一只狐狸 有什么可惜的 长得漂亮 真好能卖个好价钱呢 刚刚我们真不该 和他说那只狐狸的事情 算了吧 让阿德老伯去吧 快要下雪了 我们先回去吧 以免等下被困在外面的 哈哈 好漂亮的狐狸 这张皮可是值不少钱 如果我能抓的话 就可以大赚一笔的 啊 别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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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顺着山坡 一直滚到了坡底 才停了下来 然而 当他爬起来后 却吃惊地发现 有四只狼 正朝他逼近 啊 狼 哎呀 我的枪呢 糟糕 怎么会这样 这只猎枪 偏偏这时候坏掉了 不妙啊 天色越来越暗了 一旦整个天暗下来 那我可就完了 一定会被这帮狼咬死 吃掉 我一定要快想想办法脱困的 天色很快便黑了下来 那群狼 开始蠢蠢欲动 其中一只狼 小心翼翼地 朝着他靠了过去 不准过来 再走一步我就打死你 可恶 看来今天是再艰难逃了 今天我被狼咬死的话 大家一定会说 我是因为猎杀草原狼太多 才遭到果报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好 这是怎么回事 好 死儿小狼 是你吗 小死儿 我明白了 你是念我妻子喂养你 给你治病的恩情 并把他当成大恩大德 小死儿 你今天这是来报恩的吗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妻子说的对 狼也是有感情的 也是懂得报恩的 谢谢你 今天救了我一命 在这步伐迅捷的世界里 我们仍然行动缓慢 不知不觉能活个两三百年 比起其他生物长寿很多 往往我们的死都来自恒火 有时被拿来占谱 有时被拿来下药 更多的是被拿来食用 很多朋友都因为肉口分离而死亡 唯独大师父的慈爱 让我们保有我小小的家 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 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爱意 直到寿中 生命电视板桥被怨死 举办传授八关灾界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略法师主法 日期2月15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恭送地藏经济胡声 地点板桥被怨死 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连轮电话 02-2951-0565 02-2951-0565 上午7点半 于捷运江死翠站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界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广法师主法 日期2月16号星期日 上午9点 下午30系念 胡声祭慈悲诗时 地点屏东菩提道场 地址屏东市建华一街 104号二楼 联络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访会现场 备有免费消灾超间排位 供大众填血 一层前进传会 备有免费白 Fan ask 劳东灭陵道渴现 祝总安慰栩栩也年 劳东庁胜 真假一年 叫保佳观 新年代文 新年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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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菩萨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上次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 贫穷布施难 贫穷是因为过去迁滩 没有修布施 没有修供养 今天就会感到贫穷的果报 但也往往因为贫穷 使我们更加迁滩 难以割舍 而不断在贫穷中轮回 今天继续分享 豪贵学到难 豪